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未来车利屋还要发展368的展电专案 我们希望在台湾能够展电到300电以上的规模 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 那到底有哪一些职缺是适合大家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大家好 我是范江 那我的职务是店长 那在车利屋有历练20年的经历 从门市专员 组长 主任到目前的经理 那我现在也是一个加盟组 拥有自己的店 门市的管理职务有 储备干部 组长 门市主管 及店长 主要的工作是卖场的营运管理 商品的竞销存管理 主要以解决客户的需求 达成客户的满意 欢迎您来车利屋一起实现我们的梦想 大家好 我叫陈志婷 我在车利屋任职了一年多的时间 那我现在担任的是车利屋的门市专员 我在这边不仅认识了非常多的车种 也学习到了非常多的专业知识 那到车利屋的话 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 还客人介绍产品 那在这边的话 还有要学习上架 补货 进货 商品管理的一些流程 在车利屋让我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欢迎您加入车利屋 一起朝梦想前进吧 宝贝您的爱车 就到车利屋 现在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柜台收银的一天都在做什么呢 柜台收银的话 就是帮客人做结账的服务 那车利屋的话 还有送客人我们家的会员卡 我们家的会员卡还有结合 台币购的功能 可以帮您做累计点数 或者是帮您折抵成现金回馈哦 那车利屋还有在帮客人做 e-tech服务的项目 不管是你要申请e-tech 或者是移动甚至是奖费或出职 e-tech都能帮您服务哦 我是车利屋的保養厂长长 我们主要的工作内容是轮胎的安装 跟底盘的检修 然后以及 DVR 的精品 音响的改装 再加上日常车辆的维修保养 我们有大量的轮胎载库 随时可以来选购跟安装 有专业的定位的3D 数位3D的仪器 对你的底盘做校正 然后专业的车辆保养的仪器 像原厂的煤机 油道机跟抽油机 以及各式的手工具 都可以替你的爱车 做专业的维护跟保养 好 欢迎您来车利屋 我们到底周围打招 保备你的爱车就到车利屋 您不好意思 我真的请不得了 您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先生 请问一下您的车在哪里呢 我的车就是在爱丁车上 好的 那您车教室 有没有留在车上 没有 好 那我们待会帮你安排师傅 然后将您的爱车 迁到我们保養厂里面 然后请师傅 帮您检收一下它是什么问题 好吗 好 好 谢谢 这是我们的保养厂 顾客的问题会经过 技师的检修及确认 并报价取得顾客同意之后 才会进行施工 施工完成后 会与顾客确认品项及金额 以上都没有问题 将带顾客至门市柜台结账 宝贝你的爱车就到车里屋 做个好事 你赶紧 有论 我能让大家与闭愉顺